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的走势似乎不是很有显著方向 但没有显著方向之下 我觉得今天要给大家想一个问题 如果我单纯用金去看市场 可能仍然看到有人去到这些位置 应该反弹 但它何时弹到那些 或者是否真的有反弹 是否又会上去60才再跌下来 这个其实很难在短线走势看到 不过既然是这样 反而我们可以留意多一点 最近我们经常说其他贵金属是怎样的 大家记得 其实在今年里面整个四个贵金属 都有一个挺有趣的惯性 就是由年头开始大家一起升 升到大约去到五月尾左右 就开始有些个别发展 甚至乎你见到五月尾那段 其实四个贵金属都有调整 但之后去到六月七月就开始有个差异 而且去到八月份 就更加显著出现一样东西 如果我们看四个贵金属的线图 就会更加清楚 大家看到 这条虚线代表八月 你会见到其实去到八月头 这条虚线图只是有过巴金和白金 有创过低线 反而金和银原则就已经变成了 被那两只贵金属拉上去 就不是他们主动上升 当那两只贵金属都开始没有再突破低线 而且开始进入调整 无形之中 银和金应该调整压力更加大 但如果现在我们看日线图 可能想法会有少少不同 为何呢 大家可以现在自己看看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礼拜出现调整 或者上个礼拜开始 你见到金跌回来之后 其实你会见到 原来银不单止是跌 它还要进入了下降跌的趋势 应该出现了 我怎样分什么叫跌势出现 什么叫尾 其实大家很简单 我们经常用移动平均线 移动平均线就是想告诉你一个趋势 如果价格在移动平均线的下面 即是说它由升转跌 如果它仍然维持在移动平均线的上面 你最多只可以说它是调整 而不是下跌 而大家在画面会见到 其实银已经是在移动平均线的下面 金都叫做托住在移动平均线 那么巴金和白金都哀压 叫做顶得住 而最强的话 你会见到是巴金的 因为巴金的移动平均线 和现在的现货价 都仍有些距离 什么意思 即是说 其实现在贵金属应该 是进入一个调整期 而这个调整期可能要等多一段时间 甚至乎银可能跌的幅度 会比其他会多 直到什么时候 就要看下巴金和白金 当银跌下来的时候 它能否守得在这些位置 例如银银守在664 流上 这样仍然会偏强 不过大家听清楚 就算守到也好 之后是否代表我应该 持有金 应该不对 以我经常觉得理念就是 你买当然是买一只最强 如果你要持有的话 原则上你第一 就不应该持有银 另外如果要持有 亦都不应该持有金 应该持有巴金 因为要强的话 当然是买最强 你买一只跑最后会惹死你 即是等于现在你看到 银 就算比你当你很厉害 捞到日落也好 你未必可以有一个好理想的利润出现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看看 金的小时图 大家看到 昨天的预期都相当接近 的确是去到1331这些位置 就OK 不过大家看到 昨天叫做持续升了 大半天 但最多只是升过 1340 即是你叻极 10元都赚不到 昨天我们建议大家1331.8去买 就算你好像我那样 真的持有日落 你都不是 赢了很多钱 他连第一目标都不到 1342都不到 所以 今天应该怎么看 其实昨天 做了1331之后 今天如果要持续升 就应该 不会等这些价 可能现在就应该持续升 为什么 你当第一段反弹出现了 现在看到今天最低 刚刚这个钟头最低落 1337.65 如果要买 就这些价 1337 1338 这个价就买了 这个价买 大家就可以看 就有机会看上去46 左右 就可以这样考虑 如果穿的话 可能穿1336 这些位置都会建议大家走 直到什么时候 再看1330这些位置 会不会做个箱底 再反弹会好些 所以短线来说 都可以看好的 但是就要看一下 视乎今天 可不可以 再进一道突破 今天的节目 先做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